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普遍来看 应该是这样还是不好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你想要进入这个产业 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为什么 为什么是好的时机 就是大家都不好了 大家都看坏了 都走了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 危机入市 就是为什么叫危机入市 当大家已经看坏的时候 就是你应该进入的时候 可是进入的时候 可是可以入很多地方 不一定要入房间 对 没错 没错 那我说就举一个例子 你说就算现在房地产下跌 可是它要不要买卖 跌的总是像最近股票 真的跌的蛮惨的 那蛮惨的人怎么办 他一定有很多的资产 那就是要卖房子 那卖房子要交给谁来卖 当然他可以自己卖 如果他没有时间 当然就是可能要委托 重机公司来处理 所以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他毕竟他就是还是要做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可是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应该回头来讲 就是说你要进入这个产业 你要如何学习到 这一方面的专业的业务能力 这才是关键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店 房仲的专业业务能力 对 是什么 有 他的业务能力 比如说你的沟通技巧 或者你懂得客户的心理学 或者你懂得站在客户端 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的业务员 他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会错误 他都是站在 我们公司怎么样 比如说就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客户屋主一问你 你们公司的服务可不可以少一点 结果业务员就回答说 不行 我们公司规定就是多少 请问你是站在屋主的立场 还是站在你的立场 我就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我说那我会怎么说呢 我说那重点 假设他今天要卖1000万 我们先撇开 不要再谈我们的服务费 或者我们佣金收入多少 你今天要卖的这个1000万 请问有没有买方会给你出得到 如果买方1000万都给你出800万 不要说我们公司的服务 连800万都没有 你说你今天 不是你要不要付给我们公司的服务费 根本是不可能成交的一件事情 那不可能成交相对也会造成说 你今天你需要这笔资金怎么办 当然是不能解决 所以我们基本上你说成交怎么成交 当然要符合现在的市场行情 不过以目前的状况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景气好转 景气的好是在 应该是在说去年之前 这一波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就是说在现在 你如果不是说我们在打压房市的 还是打压什么样的其他行业 这个趋势是确定的 那确定你应该就是要来配合时事 所以业务员刚刚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时候反而你可能 你是要K出的好时机 可是我常讲说 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征兆 为了这个说再去进修考很多征兆 我说考很多征兆 做什么用 你考了还是要拿出来 跟客户来磨刀 来练一练 来杀一杀 来砍一砍 到底合不合用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目前我们现在来看说 我们现在这个市场 到底怎么样 反而是让你可以进场的时候 那当然很重要 其实进入我们房中也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跟对所谓的师傅 就是你一定要跟对人 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业务 就当初如果你这个业务主管 带你带对了 我想你就会走得很顺 可是如果你跟错人了 不是因为你的不好 是你跟错人了 所以造成说 也会让你的想法判断错误 啊 啊 感谢观看